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何一个出来 它都是无比小众的品类 但合在一起 它反而成为了2019年TGA上获奖最多的游戏 最佳叙事 最佳角色扮演 最佳独立游戏 最佳初出茅庐独立游戏 获奖太多 获奖感言都不够用了 团队里的女编剧 最后还表达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感谢 是的 这个游戏不仅背景 酥味很浓 笔法 所有角色的台词 都有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 就很像东欧的文学啊 电影啊 音乐 其实也很合理 开发者是来自爱沙尼亚的独立团队 这也算是他们对自己本土文化的一种延伸 游戏中你会经常看到一个词 康米主义 就是communism的音译 共产主义 极乐disco 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 Disco Elysium Elysium就是极乐净土的意思 是古希腊人对美好往生的想象 游戏里的整个世界就叫极乐世界 Disco就是迪斯科音乐 来自60年代的法国 舞蹈即兴自由 音乐节奏感非常强 现在你去俄罗斯啊 东欧啊 依然能发现这种工业遗物一样的派对 依然凶狠 叛逆 连在一起 一个群魔乱舞的极乐世界 这是一个架空历史的世界 但你很容易通过自理行间的各种隐喻 和相当可信的地缘政治 感觉到这个世界和现实是有很强的关联的 比如游戏里有个国家叫格拉德 那里发生过名为格拉德之春的短暂自由主义化 之后因为被政府镇压而结束 这实在是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杰克斯洛伐克1986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 这场运动在1月开始 目标是政治民主化 口号是有人性的社会主义 但这场运动因苏共的武装入侵而失败 同样是格拉德 科学康米主义之父 卡拉斯·马佐夫以此为起点 开启了一个席卷全球的革命 史称世界大革命 但因为原政府的反攻 马佐夫引丹自尽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世界大革命 当成是类似法国大革命的 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大革命 这场革命的火焰也席卷了我们游戏故事发生的国家 瑞瓦肖 这个曾经辉煌强盛如法国的瑞瓦肖宗主国 最后一位国王被处死 一个类似巴黎公社的瑞瓦肖公社创立了 但在联盟国的集火下 瑞瓦肖公社覆灭了 所有康米主义者几乎全都死光了 连留下来签详书的人都没有 这个国家现在由联盟国统治 分成东西两个区 东部是联盟国管理的附属国家 而西部则是没人想管的烂摊子 故事的舞台 瑞瓦肖的海滨小城马丁内斯 就在这个烂摊子里 就像冷战时期的东柏林 而此时此刻的马丁内斯正发生大罢工 整个城市被瑞瓦肖大工业港蚕食的千疮百孔 各种种族的人汇聚于此 沉闷压抑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主义 有些想要打响一场阶级的战争 有些只想着酗酒嗑药 或者搞实验音乐 在这个即将瓦解的社会里 我们这种和平年代长大的人的道德观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游戏里几乎每一个角色 不管是什么阶级背景 都有一套他们笃性的意识形态 什么康米主义啊 自由主义 工人主义 实用主义 道德主义 保皇党 法西斯种族主义者 业女的沙文主义 和充满谬误和胡说八道的新兴种族主义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能说会道 而且非常非常坚定 我带着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和礼貌 毫无防备地落入这个极乐世界 大部分时候我都在问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提问 然后回答 这是我们了解极乐世界 了解包括主角在内的所有角色 最后了解屏幕前的 我们自己的方式 很多时候 我的选择都会让我的天真和无知 一览无余 这个游戏只花了半个小时 就让我相信 我确实是一个困惑的 中庸的 可笑的弱机 很多人评价这个游戏说 这是个文本量很大的游戏 没有点文化 意志力 阅读习惯 是玩不下去的 是个挑人的游戏 但我必须强调 游戏并不枯燥 反而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 它不仅有作者疯狂地向抗米主义苏联 暗送秋波的私货 还是一个合格的侦探RPG 不断解密 发现线索和矛盾 不断接近真相的血脉奋章 可能不是每个隐喻都能让人一下读懂 但主线故事和大部分支线本身 是很浅显易懂的 所有游戏都挑人 比起很多高难度的独立游戏 我反而觉得极乐disco没那么挑人 因为它既不挑你眼疾手快 又不挑你的游戏经验 如果带着完全开放的零预期 这个游戏绝对不会拒绝你 开头 在一系列非常意识流的内心独白之后 你从宿醉中醒来 赤身裸体 狗吃屎一样趴在地上 前面滚动着空的酒瓶 要命的是 你失忆了 甚至连自己的长相都想不起来 好在很快就会有人告诉你 你是一个酗酒的警探 是来调查凶杀案的 但是你的警徽和配枪都丢了 并且一点都不受人欢迎 我是警察 嗯 我似乎是有那么一丢丢 高于普通人的权威 这里是工人的地盘 桥上的一个法西斯大块头 看起来更像老大 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嘲弄我 我只不过是一条国际联盟的走狗 嗯 甚至也不是忠实的走狗 毕竟来这儿四天 连尸体都没去看 光喝酒了 除了凶杀案 在这个城市里的其他违法行为 有必要管吗 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 对方可能是小孩 父女 壮汉 帮派老大 我还要保持礼貌和克制吗 我要熏悉一下 我微不足道的身份特权吗 我敢于表达真实的自我吗 我有必要在乎他们吗 这里的选项并没有什么大影响 这种简单的待人接物的态度 选择贯穿着整个游戏 再比如 很多对话都会向你抛来各种意识形态问题 有很多呢 又有不同的道德倾向 在一个帮助工会会长的任务中 你有机会表达自己做这件事的动机 你是出于方便自己 或是支持工人阶级 还是出于种族主义 或者是没有任何政治原因的平淡回答 其实呢工会像一个本地黑社会 也不是什么善查 但反罢工的所谓工贼 也有很多是内卷奋斗逼 还混杂着想靠武力镇压罢工的资本家 那这一切又与我一个小小的警察 的得失没有关系 类似这样单纯的表达某种态度的选择题 比比皆是 你的选择也不一定会对别人有什么真实的影响 有时候可能只是让人稍微不爽 看不起你 政治选择影响非常有限 这恰恰是真实的地方 一个小小的罪鬼警察 是没有办法引起世界革命的 你的政治选择对别人没有任何影响 你选择的也不是哪方势力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政治选择更多的只对你自己有影响 这是极乐disco高明的地方 上一次被逼着这样自我审视 拷问自己的道德观 可能还是做政治光谱测试的调查问卷 但游戏不一样 它用可信的世界和人物让我沉浸其中 不断向我抛来新的思想和杂念 用选择背后可能的结果钳制着我 比我做出更接近真实的选择 这种时候真让人庆幸 极乐disco是电子游戏 真是太好了 这种大厦即将崩塌 不得不放弃自己朴素的秩序 承去正义观念 去真正拷问自己心里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的感觉 对我来说真的前所未有 无论是电影书还是音乐 它把一个遥远的过去的 关于其他人的挣扎 变成了我自己的挣扎 这个游戏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失忆 主角连自己长相什么的都忘记了 完全是一张白纸 在游戏里如果你不照镜子 左下角的人物头像都是一片模糊的 游戏里主角看了镜子 才知道自己的长相 极乐disco对于我来说 也像是一面镜子 它帮我照出了一部分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有些抽象的极端情境下 在无法定义好坏 正义与非正义的世界 我会是怎样一个人 主创团队其实也希望极乐disco的世界 能够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这七个作家 几百万字的内容 可能大部分都用来勾勒这个极乐世界了 他们说这是一个动态的 想超越自己历史的虚构世界 不是任何一种朋克 是一个希望我们能从中看到现实社会的一个现代化世界 这个游戏虽然开发只有四年 但世界观是游戏主币几年前发表的小说 Secret and Terrible Air 如果算上这本小说 这个游戏的开发可以说花了15年 对白写得好 中文本地话也相当有水平 这个三月全程配音 加上全新的任务 这个重量级的极乐disco的final cut 版本即将免费更新 太良心了 我真的希望大家有空都能够去感受一下 真的不亏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可以的话 留一个三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